好,那我第一次測驗是選五公里 幫我按檢測 啊,忘記輸入成績了 歡迎收看WINS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相信大家在三個禮拜時間已經完成了第一次的測驗 那在今天,我將教你們在測驗之後 該如何使用現在的測驗成績 得到自己現在所對應的配數吧 首先跟我一樣的拿起你們的手機 幫我到你們的Google Play或者是App Store裡面 下載一個就是Running Quotient的APP 下載完之後,幫我打開它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跑者的話 可以建議你先把你的Garmin手錶 或是你其他一些穿戴裝置 同步綁定到這個軟體上 在你每次訓練之後 它會直接把數據同步進來 OK,那我們同步進來你第一次的測驗成績之後 幫我到分析的地方開啟工具 點開工具之後 會看到一個競賽跑力檢測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幫我選到 競賽距離 如果你測驗的是3公里就選3公里 如果你測驗的距離是5公里就選5公里 那我第一次測驗成績是5公里 5公里輸入完之後幫我輸入你的成績 成績是20分 OK,按檢測 檢測出來會得到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你現在的跑力值 跑力值就等於你的跑力等級 所以我現在的跑力等級是50.6 那往下滑就會看到有1到6區的各區配速區間 那這個配速區間 就有關於我們之後在所有的訓練當中 你的各個強度都是因為現在的這個測驗 來訂定你的配速 OK,檢測完之後 幫我滑回來按儲存此成績 儲存此成績之後 幫我回到分析 然後按往上滑有一個配速區間轉換去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以這禮拜的課表為例 明天就是第一次訓練 明天的訓練內容呢 就是跑30分鐘的1.5區的強度 跑完30分鐘之後 我們會有100公尺5趟 那5趟的強度呢 配速區間大約是6.0的強度 所以我們今天要不做的步驟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先算出1.5區的配速是多少 第二個步驟是算出6.0的配速是多少 OK,跟著我一起做 所以我們在手機的APP裡面 配速區間先輸入第一個配速強度 1.5區 輸入完之後按轉換 轉換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1公里配速 舉例我的1.5區是4分53秒 我就在30分鐘裡面 用1.5區用4分53秒的1公里配速 來完成我的30分鐘 游玩耐力訓練 跑完30分鐘之後 後面的課表是100公尺5次 100公尺5次的強度呢 是6.0 所以我在上面的配速區間 轉換成6.0 輸入完畢之後再一次轉換 轉換出來可以看到下面的距離 有100、200、300、400、800到1公里 那我們這個距離是要跑100公尺 所以你就看到100公尺要跑20秒 所以你在5趟的100公尺當中 就請你用20秒的秒數來完成5趟的100公尺 OK 那學會怎麼算自己訓練的強度之後 我們就來講解一下 這禮拜的課表該注意什麼吧 因為是訓練的第一週 所以課表當中 我們會先從循序漸漸的方式 從低強度開始 慢慢讓你習慣 一個禮拜要開始有訓練的這樣情況出現 四次訓練當中 只有一次的短距離間歇訓練 其他訓練呢 都是以有氧耐力為主 所以就以這邊的範例為例 禮拜二的課表 就是慢跑30分鐘 30分鐘之後 有100公尺5趟的加速跑 禮拜三是你的休息時間 再來禮拜四呢 我們的游泳耐力會從30分鐘變成40分鐘 強度一樣維持1.5趨不變 但是你的100公尺變成只有3趟 強度一樣維持6.0 這是禮拜四的課表 那禮拜五的課表呢 就是我們第一次進行的速度型的間歇訓練 那這次訓練當中 要跑400公尺的距離 我們要總要完成6趟 那每一趟的訓練強度呢 是5.0的強度 那每一趟跑完 休息時間 就是在原地休息1分鐘 這就是你禮拜五的訓練課表 那記得在這次訓練當中 因為速度強度比較高 所以要完整的做好確實的熱身喔 再來禮拜六隔天就是休息啦 休息的時候就好好放鬆 做一些其他的你的休閒娛樂 那在禮拜天 是這個禮拜當中 最長的一次訓練距離 我們要把時間拉長到慢跑60分鐘 強度一樣是1.5區間的強度 那跑完60分鐘之後呢 希望你可以做兩趟的100公尺加速跑 這兩趟的目的呢 是希望你可以讓你的頻率 稍微的回復到 記得怎麼跑快這件事情 OK 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訓練課表 希望這禮拜你們都可以更好更滿喔 15週後我們一起造干那杯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